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基本上这样子 我们要看这些部落格林卢 写书漂亮的钟标和内文 这个很重要 各位可以看 这个是我们的范例 我们一直强调 网路因为是萤幕阅读 萤幕阅读它不像书 它不像书 纸还蛮适合去阅读文字的 萤幕其实不太适合 所以通常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写部落格第一件事情 要学会把钟标 这是钟标 把钟标跟内文 把它处理得很漂亮 字当然不能多 因为不能多 所以我们用影音 用照片 或者用其他互动的方法 去补强文字的收明 这是大原则 但是总是会有字出来 所以这个字一定要漂亮跟好看 当然漂亮跟好看 怎么样叫漂亮跟好看 其实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但你要不断去try 基本上 我们就是先来教这个东西 我先教你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写出钟标跟内文 然后我教你怎么改 我教你怎么改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范例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范例 你先跟着我做 我们是用CSS的概念去处理 你不用担心这个 你什么CSSTM好像害怕 你不用管 你就跟着我做 做久了之后 你就会了 真的 这没什么 网路就是这样子 谢谢各位的咖啡 今天是今天是今天很热 热的半时 本来想去睡觉 或者黄昏的时候 再去塔塔山走一走 中午有时候不知道干什么 不过想到喝了 喝了网友 同学 给我温暖的咖啡 就振奋起精神 继续来赶快把这个做完 对不对 又两分钟 好来开始 我们把composer打开 你不用管 这个真的很简单 composer打开 老样子 根据我们的教学系统 有几个步骤是要做的 我们按照原始码 对不对 先不是按原始码 按设计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左边这个地方先拉一下 因为你一拉的时候 它就会设定body 那body 那个东西就会跑出 要先拉一下 拉一下之后 按原始码 有没有 你看 它这个body就帮你写出来 宽度就帮你写了 这就是编辑机的好处 帮你写了 我们就利用它这个的功能 但是呢 记不记得 我们的版型是588 你如果 在我的教学部落格 一路学下来 588 588的版型会比较漂亮 然后呢 margin margin auto 然后呢 funk size 你到第一单元 01这个沃尔胶 这个沃尔胶 这个沃尔胶 15.4pso 然后呢 line high 对 line high 1.4 这个你到了第一 第一 到了到了01 那个地方有胶 没有出来的 588 按enter enter enter 按一下 扩张可编辑的区域 这个最重要 我们一再讲过 再过来 这个地方 格式 页面的标题 与属性 编码 编码一定要改 这个你不改 常常出很多乱子 UTF8 确定 确定 那基本上 就会是这样子 很简单 就会是这样子 OK 好 很简单 那怎么写 好了 我们先写几个中文字 好不好 就这样讲 我们就是这样写 来来来 这是中标 这是用写的 再写一个 这是 这时候我们用内文 内文你也可以这样写 你写写写 你不用管 那写到这边的时候 他写到这边 自动就会走回来的 你就写 第二个呢 我们如果有时候 我们在网路上 其实常常是这样子 你可能在 我啦 在哪边字都先打好了 真的啦 我通常也都先把 资料准备好 你很少一边弄 一边写 都把资料先准备好 然后复制 我们也透过这个过程 来教一下 可不可以贴上 可以 贴上的时候 你先按右键 注意按右键 这边有没有什么 贴上不含格式 你要按这一个 不然你会把很多 网页的格式 通通扣进去 就会乱掉 不含格式 有没有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堆 纯文字而已 好 我教你的东西 很简单 这是中标 对不对 这是中标 先把它反白起来 然后呢 按这一个 这个叫什么 靠走 这个不管 我们其实按这个呢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DIV的 自动帮你形成一个DIV 这就是我们要利用 composer的功能 你不然你仔细看 你按原始码 有没有 你看 这是中标 这是中标 它就帮你写一个DIV进去了 然后告诉你靠走 对不对 靠走 我们即使就是利用靠走这个功能 因为composer是预设 用DIV去做成靠走 你看 这边就一个DIV了 对不对 好 这边再把它圈起来 可不可以 圈起来 按一下 这个 又有个DIV了 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DIV DIV就是一个 一个编辑区域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 是一个格 或者说一个区域 反正把这里是框起来区域 这里有一个区域 这里有一个区域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有两个区域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你看这边先做成两个DIV区域 我们这边有两个Style 这个地方是中标的Style 这个地方是中标的Style 你把它整个扣下来 你把它整个扣下来 有没有 你把它复制扣下来 然后我们按回到原始码 记不记得我们讲 在VR的后面 CSS的前面要先这样写 要先这样写 写一个Style Style Style 然后再一个一横 slash style 只要style跟slash style 里面电脑就知道 电脑就会知道 你里面是一些控制 它不会把它当作 要跑出来的东西呈现 然后你把它贴上 就是我们中标的什么 中标的 style跟style我们中标 中标就在这个地方 你们看到 DIV DIV 点 点 这个点 然后什么 basical 基本 这个名词是我自己下的 就是basical 基本的DIV的title 还有sample就是这样 这样要干嘛呢 你看 这个是中标 对不对 我们就在 DIV跟style的什么 中间空一格 写一个什么 class clash等于 然后呢 把中标这个DIV 点的后面的这个呢 点的后面的这个呢 跟它抠进去 复制 你就跟它抠进去就行了 这个东西 其实你自己可以写的啦 这个其实你自己可以写 换句话说 class 点就是class 点 这个点就是class 换句话说这个名称呢 这个名称告诉电脑 我这个DIV呢 是这一个class 这一个class 所以呢 我会把DIV 点 点就是class 这一个代号的里面的设定 通通搬进来 就会是这样子哦 帮你看设定 有没有就跑出来了 是这样子 我们把刚才这次中标 给那一个class class一个代号啦 给他代码 你先不用管 就给他一个代码 有没有 给他一个代码叫class 就在这个地方 给他一个代码哦 然后呢 我们在style 跟style的地方开始写 写DIV 点 点这一个东西 这个你可以自己改 但是这个 要跟这个配合就对了哦 然后下面这个东西 是一些css嘛哦 有空我们会交 你不用管 你先写会操作 其实你 愿意的话 你倒回去查啦 你倒回去查 网路查一查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的哦 其实这样学是更快的哦 基本上这样学是更快的 好啦 然后再过来 我们再把内文的什么 内文的class 给他扣进去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复制啊 复制 复制下来 复制啊 然后呢 原司码哦 原司码 一样啊 继续跟他贴下去 在这个slage style的上面 继续跟他贴上去啊 跟他贴上 有没有看到 我们第二个class的什么代号是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代号 我写的有点长啊 复制啊 就是这样子啊 复制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什么 这是内文 对不对啊 内文的这里啊 我们也可以学他一样 在内文的这边把它写进去 但是我现在教你另外一个方法啊 比方说你按这边 对不对 你按这边啊 你按这边 你没有看到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地方叫DOM 这个地方叫DOM 你看你点这个地方 他就会告诉你这个DIV有没有 这里是一个DIV 你点这边 有没有一条灰色的 他告诉你DIV 这个他也告诉你呢 这个DIV的class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 这个就是DOM 就是让你知道你的网页的一个层级 一层一层是怎么样出来的 我们现在按这个地方 按这个地方 哦原来是这一个 对没错是这一个啊 点一下哦 整个都把你圈起来 告诉你 我把这个DIV整个圈起来了 我把这个DIV整个圈起来了 我可不可以在这个DIV按什么 HTML哦 因为这是HTML哦 属性 属性这边点两下 没有点两下 哎 跑出来了 所以HTML的属性往下拉 你就会看到什么class啊 就是concorder的好处 然后他帮你做的 然后我们刚才把刚才那一堆 跟他贴上去 有没有 就是那个 那个嘛 内文的什么 内文的class 点之前的 你把它贴上去 确定 有没有 像你看哦 有没有 第二格这一格 他就给他一个class了 有没有 然后呢 给他一个class 这边就自动变化完了 我们再倒回去看这里 有没有看到 他真的哦 他真的自动把class写进去了 有没有 他真的自动把class写进去了 所以这个概念 基本上是很简单的 他的概念是怎么样 我们这边呢 密密码码的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 这个里面都是什么 文字变化的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 CSS代码 你慢慢 反正你可以到我的教学部落给我讲 我这个都要不讲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DIV 因为我那边是一格 DIV点 点就是class 然后把这个名称写进去 对不对 把名称写进去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个一样 第二个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会看 我们只要把这个DIV 这边一个什么class 把这个名称写进去 然后呢 这个内文的什么class 也把他名称写进去 电脑就会把 电脑就会把什么 电脑就会把我们这边设定的东西 啵一声 控制到那边去了 啵一声 控制到那边去了 所以这样就很好看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要教的 你也不管了 你就是这样跟着我弄 要不然你也可以用 我帮你设定好的东西 有空你再慢慢学 我们现在就学会 快速的操作 中标 跟内文的方法 这样子你会把 而且有两个方式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好 这个很重要 学会这个东西呢 可以让你 可以让你很快的控制 这个东西啊 那 那 那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 其实你慢慢查 你去网路查 怎么查 你看这个地方叫 FoundFamily 没有 你网路一查 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控制制型 FoundSize 原来制的大小 通通都有 那个 花一点时间到位去查 其实我教学部落格也有教 我们现在基本大的方法 教会 那我想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你看有没有 很快 很快的 很快的 一个漂漂亮亮的中标跟内文 那你只要在下面再插上一张照片 有没有 你只要在下面这个地方再插上一张照片 很简单的版型就出来了 对不对 很简单的版型就出来了 比方说 好 我试给你看 我们把我的照片抓出来 这是我的照片 我有一天会来教这个东西 教你怎么样用 用Google的照片 复制影像网址 好了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 图片按一下图片 贴上 不要使用替代文字 有拿那个图片 没关系 尺寸呢 尺寸 我们的尺寸是多少 点一下宽度588 对不对 跟着跑588 确定 有没有 很简单的中标内文图片 最基本最原始的版型就出来了 漂亮的不得了 这边也可以放VD 这个有空我们再交 你看最基本的中标内文 跟图片就出来了 而且很好看 很漂亮 这一点很重要 好 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对对对 谢谢各位的咖啡 这个是一再要跟各位强调的 这样真的很有精神 好啦 谢谢各位